化妝表面上跟畫畫或設計沒有關係 但由於點線面和顏色的交代 這些畫畫和設計的原則 都可以幫大家理解如何遮到暗瘡 接下來我會講一下如何畫立體的球體 以及透過這個原理去講一下遮暗瘡印 到底有什麼技巧可以使用 大家都看到我畫了一個簡單的立體球體 到底我是怎樣畫的呢? 今次我選了一些顏色筆去畫 其實你喜歡用什麼顏料都可以 正等於畫眼線、有眼線液、眼線張、眼線筆 一樣在畫畫方面都有不同的工具 今次我選了一些水彩side pan 我首先可以選一個比較淺色的藍色 去畫一個基本球體的形狀 以及交代一些顏色 然後我會再用一個深色一點 也就是黑色的side pan 去畫其他陰影的部分 所以簡而言之 你就會見到最暗的地方 我就會用最深色去讓它看起來有凹進去的感覺 而最光的地方我就會保留 又或者是用一些最淺色的顏色 去表現它是凸起的感覺 要遮到這些暗瘡 或者可以說是頭體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不同顏色的化妝品 就可以做到它那個 由立體又變成平面的效果 希望大家現在都看得到我的暗瘡 因為最近都很熱氣 所以我關了兩顆暗瘡 可能大家都會有這些情況 如果你想遮的話 其實就可以拿你喜歡的遮瑕膏 我先會用一個 跟自己本身膚色很相近的顏色 把整個暗瘡都遮住 基本上顏色已經減淡了 但是那個凹凸的感覺依然存在 我就會選一個淺色一點的顏色 在凹進去 就是這些比較深色一點的地方 先填上去 你看到填上淺色一點的顏色 填上去 它那個凹凸的感覺 就會沒有那麼明顯 最後我們就會用一個 稍微深色的顏色 去遮遮凸起的地方 因為最凸起通常都會 好像亮亮亮 和比較光一點 在一個遮瑕盤裡面 或者你喜歡的粉底 一定通常都會有一些 比較深色的顏色 就好像這個 你可以選一個小小的啡色 將它的立體感調低 好像壓住了平面 這次我會用這些fant brush 去掃上淺色的顏色 去做定妝 我首先會輕輕地把粉 掃上一層 上面不需要有太多 因為太多的話 已經遮了很多遮瑕膏 還有它有點凸起 如果令到它那麼厚 或者那麼乾的話 都會看起來特別明顯 所以薄薄的一層就足夠了 我就會輕輕地掃上去 好 輕輕地拉過 暗瘡就會基本上完全遮蓋著 見到啦